听专家解读美国升学方案 看美国学习生活点滴 原美国名校梦想 本节目由美国文美教育集团冠名播出 最权威的教育资讯还有升学的建议 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 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 有任何美国升学教育的问题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会尽量在现场解答您的问题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藤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 提供大学申请及规划服务 全美12家办公室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硕博顾问团队 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 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或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权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关注并搜索文美集团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 18888-789-0942 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文美集团的 教育总监万博士 主持人好 华尔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万博士继续来给我们分享 相关的升学规划 那么今天我们是要跟大家讲这个主题 我觉得对很多的朋友和家长都非常的重要 就是怎么样来帮孩子拿到高的GPA 提高学术竞争力 其实说到GPA 我记得万博士您之前跟我们分析过 GPA为什么重要 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SAT 有可能所谓的忽略的情况下 GPA显得更加的尤为重要 但是GPA我们知道是一个平均成绩 那么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 这个是要靠平时的努力 才能拿到这个高分的 那在这里你有没有什么 你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帮孩子能够拿到这个高分呢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就像主持人所讲的 现在的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社会趋势 尤其是在公立大学里边 特别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忽略标准化考试成绩 那么在忽略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这些公立大学如何把人才选拔出来 那么换句话说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 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那么在标准化没有的情况下 那么GPA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么这个GPA的话翻译过来的话 咱们叫计点平均计点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它是用你所学的课的这个得分 是吧多少分 然后再乘以你的所的这个学分 比如说满分是100分 那么但是这门课呢是4个学分的 那么就是你满分得了90分 那就是90乘以4 那这个就一门课一门课的这么加上去 你比如说有10门课20门课这么加上去 再除以你的总共得到的学分 一门课是4个 有的是3个 有的是2个 这么一除 用数学的一个术语 这叫加全平均算法 那得到了这个就是一个叫平均的GPA 是吧 因为为什么这么算呢 道理很简单 有一些核心课 体育课 健康课 选修课 它的这个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都拿90分 那都直接除以这个平均的话 那这个就不太公平了 是吧 所以它是有一个学分比例的一个调整 这就叫GPA GPA那么GPA这个算法的存在由来已久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能够来衡量一个学生在完成这些课程的时候他的一个综合的表现 那么在大学申请的时候他会看中两个GPA 一个叫VT的GPA 一个叫UNVT的GPA VT的GPA是什么意思呢 VT的GPA就是又加了权重了 加了什么权重了呀 就是超越了普通课程了 那么普通课程基本上就是一分二分三分四分的课 那么超越这种课程是什么课呀 那就是如果现在的孩子您家的孩子已经上了中学了 那你应该听说过一个叫荣誉课程 一个叫大学先修课程 预修课程 那么这个道理就是这样 这个按难度来分普通课程 刚才说了有四分的有三分的有二分的有一分的 但是其实如果你想挑战更难的课的话 还有那荣誉课是多少 一般来说是4.5分 那么AP课程是几分 是5分 那这样的话你选了更高级别的课 那你同样是得90分 别人是乘以4乘以3 你是乘以5乘以4.5 那你这个领先诱识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么着我就交给大家第一招了 什么招多上AP课程是不是 对吧 所以这么的美高课程体系列的这些规则 其实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样子 所以在高中的选课方面 这个GPA如果你的GPA高的话 一般来说有一些学校会给你一些荣誉 五花八门 有的学校的话 尤其是私立学校 它会给你一些就是分的更种类更多 所谓的种类更多的话 就是说比如说是叫进步奖 有3.5到3.9的一个进步奖 也有3.9以上的奖 也有全A的叫荣誉学生 或者说是叫校长名单 这么一种说你进入校长名单了 说明你是少数的那点人 所以谁说美国学校不排名 美国学校也排名 像一些公立学校的话 它的评级相对简单一点 基本上它要评一个9%和一个5% 当然它没有具体的把每个学生 12345678这么排下来 但是它有一个百分比的比例 还是会换算 那么这个9%和5%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9%如果您是在加州 加州最著名的UCLA伯克利 这个申请系统里 UC加大系统里 加州教育局就有一个规定 如果你的总成绩在你们 自己的这个学校的前9% 那么UC加大的这8个分校 保证至少一个学校必须要录取 必须当然这个必须录取是怎么操作的 是你先自己直接申请一轮 没有学校要你 在这种情况下 在没有学校要你的情况下 那么加州大学要重新分配一个学校录取 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 所以这是9% 那5%更多的是象征性的一种荣誉 那叫这个荣誉学生校长名单 是吧 此外的话还有一些学校的校长会把你推荐 推荐有几个美国比较著名的组织 比如说是像这个National Honor Society National Honor Society 还有这样像加州的California Federation Society New York Federation Society Honor Society 各个州的这种Honor Society 还有什么Camlou的Society 各种各样的这种学生中学生组织 那么这个组织都有一个最大的前提 就是说看你的学习成绩好不好 你的学习成绩怎么衡量好不好呢 是要靠学校的Counselor或校长来进行推荐 推荐过去 他先推荐 你被提名了这叫 提名了之后 你再进入申请 然后你再正式的成为会员 那么成为会员 你在大学申请的时候 你就相当于是有了一个第三方的这么一个佐证 我成绩好 我成绩好是衡量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第三方的这么一个认证 所以这个我就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GPA 它其实是这个在算法上 在荣誉上都是非常衡量 你在这个学校本身的一个位置 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是吧 虽然美国不排名 但是他一看你的这个申请表里显示着 你是owner student deans list 或是national honor society 这些组织 你是他的成员 那他自然就知道 你在学校应该至少应该是前10%的这么一个 基本的状况 他就清楚了 对吧 但是他并没有再分 有些家长问了 是不是有1%2%3% 我是4%还是2% 是吧 其实他没有这么具体 但是这个从搭的框架下 他已经足够来衡量你自己在你自己的这个圈子里的位置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在选拔人才的第一阶段 就是要衡量你自己在你的这个社区里的位置 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 那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层次 那么这个GPA如何能够进到名牌大学去呢 所以为什么咱们说GPA这么如此的重要呢 经过这么多年的案例分析 首先我想很多家长在自己设定目标的时候 他都会去找一些参考值 那么这个参考值的话 大家往往会参考一些中介机构 或者说是一些US News 或者一些评比大学的一些名单上 都会有这个关于GPA的一些范围 范围所谓的范围就是哈佛大学 耶鲁德坦福大学 UCLA纽约大学 这些学校他录取的一个学生 他的GPA大概是在一个什么区间呢 或者是ICT在什么一个区间 都会有 那么我去 反正我现在看到的这些主流的这些个评比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衡量的尺度都太大了 太大就是他这个区间太大 比如说有的学校 他的这个GPA的range是3.9到4.3 或者说是到4.5 甚至这种情况都会出现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再看衡量自己GPA 你在衡量你自己学生 我经常讲你要在 你首先要看最高的区间 他都是这个区间 最高你作为亚裔你要看最高的 甚至你要在最高的这个基础之上 你再加个0.1到0.3之间 才有可能是你真的有竞争力的东西 那我就直说 什么直说呢 咱们亚裔学生 如果你想进到 如果当然你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特殊的贡献 特殊的背景 咱不说 普通的学生 你的GPA要想进到前10去 还是尽量要接近4.5的 尽量要接近4.5 所以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当然我不是说进不去 那我只是说这个是 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如果你想拿到这个 这么高的GPA如何做到呢 刚才咱们讲了 其实有一点就是AP课 是不是 你如果尽量多的 多选一些5分的这些课程的 那么势必你在平均 刚才我说的那个公式的计算上 你就比其他人占据了一定的 这个主动的公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来说 你这个计划从什么时候定呢 你应该是从8年级 就要开始做这个计划了 为什么是8年级 那不是9年级才上中 那这8年级是怎么回事 道理很简单 因为像数学课 英语课 这些核心课程 都是从你学一路上上来的 你9年级选什么样的课 什么样的是荣誉课 还是普通课 还是AP课 你选的是代数 还是微积分 还是前置 微积分前置 都跟你8年级的课程有关系 所以这里边万老师之前也讲过一个超前学习的概念 其实就是在为这准备 所以你要有一更加早的一个计划 而且那有些家长会问 那万老师AP课我要上多少门啊 我说不包括12年级 你最好能上个七八门课 你要想目标是GPS4.5的话 不包括12年级 万老师12年级不包括吗 原则上其实大学生观已经看不到了 是吧 12年级一开学就进入申请了 early decision 11月1号 对不对 所以那你12年级成绩出不来 所以你呢 这几门课的安排应该在90 11你自己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准备 好吧 我先讲这么多 了解 是的 确实 谢谢万博士 其实GPA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和同学们的一个 怎么讲 一个迷思吧 或者是说他们对于这个计算的方法 一直不太了解 刚才万博士在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跟大家分享过了 就是说怎么样来计算这个分数 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想在这里先问一下万博士 就是因为这个换算的这个部分 我知道在UC的这边 好像跟我们所 就是说在高中里这个分数是不太一样的 就有一些他会算的比较少 然后有一些 我不知道有没有算多的情况 但是我听说的是会算的比较少 比如说我明明是4.0的 或者是4.2的GPA 但是我真正换算到一个UC系统里面 一个大学可能就变成3.8了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 对的 这个情况是绝对存在的 这不牵扯到任何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因为你既然选择UC 所以咱们中国人已经 不是中国人一句说法 就是咱们华人有一个理论 有一定的道理 有一定的道理 前两天一个家长还在跟我聊 万老师 我们家孩子的目标是东部的那几个藤校 你说我有必要搬到东部去吗 我说进诸者赤 是啊 是吧你要想的话当然是有必要的 那么各个州的招生比例是不一样的 那哈佛那肯定是在东北部的招生比例 要比在西部的招生比例要大 西部的学生对东部也是同样的道理 也是同样的道理 主持人刚才提到这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这个 他都讲究一个传承一个顺承 那么你这个大学 他的整个的教育体系 他还是有一定的连续性在里面 所以你加州上的这些课程的话 那往往在UC的认可度就更高一些 UC的认可度就高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你学的一些课可能UC不认可 或者没有在他的审核范围之内 所以他给你剔除掉了 你得了90分本来是提分的 那你一下把这少了一门课 GP就降下来了 他的申请是 所以就是说您说的确实提醒大家 那就是说他的这个大学申请 他不需要提交成绩单的 那不像其他学校 你要把你的官方成绩单寄过去 他就看你的这个官方成绩单 官方成绩单算出来是几 他就是几 他不会自己算了 但是UCUCLA伯格利这些学校的话 他要自己算 你是把美门课输进 他为什么要自己算 就是你的目录你都要自己选 有的时候您说的是一种情况 我选对了 但是他不要那没办法 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尴尬 尴尬什么 学生对这个申请系统 对UC加大的审核标准不太了解 所以他在选课的时候选类型的 美门课要对应不同的类型 那选类型的时候选错了 拿不准 结果把他算成第一课了 那也把他的这个GPA也影响了 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非常认真 要多研究 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好 没错 确实 这个就是 这就是我们身为 就是这个家长 特别是新一名的家长 所不能够去了解 或者我们这么不知道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多来看我们的节目 多听听万博士的一些讲解 最起码我们能够知道 到底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才能够去帮助我们的孩子 那么当然也是在此给大家推荐文美集团 文美集团是享誉美国的华人教育集团 藤校申请大满贯 他们20年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为在美的华人子女 提供大学申请及规划服务 全美12家办公室7天营业 万博士领衔的硕博顾问团队 尽心为华人子女提供最专业 最诚信的教育服务 欢迎大家扫码或直接搜索 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添加 小红书也可以关注并搜索文美集团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8-789-0942